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可以容易焦掉或者是容易粘住这个皮容易粘到 我们还是要用一块姜在这个锅底呢 给它不停的多给它摩擦 多摩擦 尤其是铝锅或者是不锈钢的锅子 你就更需要这个样子了 铁锅当然也是 好了 这样子摸过姜以后 再给它烧一下 然后呢才放油 这样子就可以防止这个鱼 尤其是鱼的皮 有胶脂的部分呢 粘住这个锅底的 那么在煎的时候 这个鱼的上面 也就是说它的丝围 就是上下左右 这个上下 因为用过盐 所以它一定有一点湿 然后呢这个 有水分出来 所以一定要有一点干的面粉 那么这个旁边这个皮的地方 也要用一点干面粉 不用干面粉 你可以用太白粉 但是呢太白粉比较不容易均匀 还是面粉呢比较容易均匀 好了 就这样子下锅来煎 要不停的这个腰动 开始的时候呢火要大 这种有水分多的东西 煎的时候呢 一个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开始的时候火大 但是呢到后来 你就把火改小 这个火大 可以让外面这个面粉 快点形成一个很硬的一个皮 防止里面的水分出来 如果是有鲜味的 当然鱼也是有鲜味的啦 牛肉啦 或者是说这种鱼啦 虾啦 这个让它的鲜味不要出来 因此呢要快一点 让它两面呢 接这个皮 所以要用大火下锅 也就是热油下锅 让它外面 下面这个 接的这一层皮以后 防止味道出来 那么我们就可以开始翻面 翻面 翻了面还是 改成大火 让这一面 也给它这个 接一层皮 然后改成小火 慢慢的再煎 后来如果是 不改成小火的话 很快就会焦掉 而中间呢还没有熟 那么煎东西 有人说可不可以盖盖子 可以盖盖子 你把这个外层煎硬了以后 里面怕它没有熟 你可以把火改小 甚至于把火关掉一下 用锅盖盖一下 焖一下 焖一下厚的东西 水分多的东西 甚至于是说冰箱里拿出来 比较凉的东西 你可以用这个煎一下 焖一下的方法来煎 这样子就改成小火 慢慢来煎 就把它煎熟了 好了 这个就是今天给您介绍的 这个干煎鱼的一个方法 有许多需要注意的地方 刚才都跟您讲过了 希望您能够记得 好 谢谢您的收看 明天再见